各位朋友你們好 很開心 今天來到今集的金融學堂 我們很高興 繼續和大家講一些金融的話題 特別一些比較切身 和時刻的話題 我們很高興 繼續請到Anthony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主持這個節目 Anthony其實做了些什麼很熱的話題 說到這麼熱的 當然是面書教主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將公司改名 就去Facebook 叫做Matter 究竟What's the matter? 好像說這是什麼叫元宇宙 其實什麼元宇宙 和四方宇宙有什麼分別呢? 是的 做得是三角形 是圓形 橢圓形 其實都令人很困惑 其實我覺得 Mark Zuckerberg說元宇宙這件事 我有一點點 都是抓了機會 因為其實元宇宙 我覺得不是一件新的事 我要看Mark Zuckerberg的廣播 或者錄影裡面 說到Facebook抓了機會 去發展科技 好像說到Facebook是領先 領袖 其實你看到發展的話 我覺得絕對不是這樣 其實Matterverse 其實大家畫多畫少都很熟悉 某個角度來講就是堅明 如果大家很熟悉玩遊戲 現在玩遊戲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Role Playing Game 是的 我們在遊戲裡面有角色 有自己的名字 有自己的面孔 甚至在真實世界裡面是男人 在遊戲裡面變女人 或者反過來 甚至在遊戲裡面有動物 甚至在真實世界裡面 可能是一個中國人 到虛擬世界裡面 你成為了一個外國人 所以你問我 這個Matterverse 其實過去幾年這些 Role Playing Game 都很大行其道 所以絕對不是什麼新的 為什麼他們現在好像很 熱切地說是什麼新的呢 我想過去來說 剛才說過了 Matterverse 似乎都是圍繞著遊戲這件事 但我想說一點 其實遊戲絕對 不要少看 本身是很大的市場 初步的估計 去到2020年的時候 就是剛剛兩年前 其實全球遊戲的銷售 已經去到差不多200億美金 即2000美金 嘩 這麼厲害 去到2028年的時候 估計去到5000億美金 嘩 相對來說 大家做了比較 其實香港的GDP 其實都只有350B 嘩 即是說去到2028年 遊戲的世界 是足夠和一個國家的GDP比較 所以你問我 真的是一個世界來的 一個獨立的世界 有自己的GDP 但是在Facebook的理念裡面 就是一個比較可以去開會 去交往 去認識朋友 特別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很多時候用Zoom開會 其實都是限制的 即我們很多時候 看不到背景 其實都是看樣子 但將來我們有自己的 所謂Avatar 即有自己的角色 在開會裡面 有自己的報警板 有自己的電腦 所以這個其實是 Facebook的理念 嗯 剛剛你提到 其實Metaverse 都不是什麼新東西 但現在為什麼 這麼多人會喜歡 討論Metaverse 我想剛才都說過 其中一個很大的 我想它的推動力 就是疫情 由於這個疫情 似乎都 冬天來到 又都似乎 我們都不會走 走不去 又開始有些新的變種病毒 所以我們本來 打算可以回到 現實世界裡面 去旅遊 去玩 去整個地方開會 這樣 其實都不行 甚至很多地區 都說是lock down 甚至一個歐洲國家 如果你不打針 你根本就不可以 去寫字樓 那又怎樣呢 所以你其實 要去開會的時候 就靠Zoom 但其實Zoom本來 都是一個很容易 我們實際上 是一個兩圍的空間 是2D的空間 就是你網多人的樣子 如果在一個Metaverse裡面 是一個3D的空間 那就更加好玩 甚至可以去一起 討論一些事情 甚至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例如我在一個PowerPoint裡面 甚至可以幫你一起設計 一個PowerPoint 那就不像現在這麼單調 大家可能在一個 share screen 那麼簡單 會多東西玩很多 是啊 另外一個我想說 就是現在的遊戲 其實都去到下一個Level 那遊戲都是一些2D遊戲 剛才我說 在電腦面前 你用一個Mode去滑鼠 去玩遊戲 但是現在很著重一件事 就是你要成為參與者 你是一個One of the Player 即是你成為 所以你進入了世界裡面 所以現在留有一些很Hit的遊戲 譬如Fortnite Epic Games Fortnite 另外Roblox 這些是一些很Hit的遊戲 是幾億人參與的 其實都在說這個理念 就是我們不是一個旁觀者 我們是一個參與者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Metaverse 絕對不是說 好像Marcus說到 是將來的事 其實現在已經在存在 那有些什麼行業或Industries 是會被Metaverse 這件事去影響到的呢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最近其實很多的零售公司 都開始插旗 都在Metaverse裡面開店 包括Nike Adidas 甚至一些牌子 Berberry都開始了 其實他們怎樣插旗呢 很簡單的 因為想想一下 我剛才說過 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那不是你來的 是另一個角色來的 那這個角色呢 其實你都需要整齊它 因為你都要出來威風的 對著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你都要威風的 所以你都要 比如說穿衣很漂亮 甚至有首飾 有一些的 比如說服飾 把扮都要很燃才行的 所以其實呢 變成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Metaverse裡面 其實都有自己的零售店 有自己的一些asset 我們說這些貨品 你可以去用一些currency去買的 那所以呢 其實本身表現是很大的商機 就是Imagine有兩個 比如你是Nike的話 你有兩套的店 一套真實世界 那買了波鞋就摸到的 但是虛擬世界裡面 有另外一套的波鞋 有另外一套的運動渣衣 那甚至是很獨特的 只有你才有的 那當然就講到 我之前講到NFT的概念 那所以現在全部都走這個方向 那所以第一個我想 受到影響的就是零售業 那第二件事呢 我想也都在發生著了 那由於疫情的緣故 那很多的公司呢 都其實叫員工 盡量不要回辦公室 就是怕它影響辦公室的衛生 那所以慢慢很多人都集團了 家裡工作這樣 那其實家裡工作 本身來說 對一家公司的運作 都不是太理想的 就是大家都單獨地做 還有沒有什麼交易 那所以現在其中一個 微軟都講到了 希望推出一些軟件 在一個Metalverse一起工作 所以你再加 那可能戴一些帽子 戴一些眼鏡的話 其實就好像在一個大的辦公室做事 那又變成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對一些行業可能不利 因為如果慢慢發展下去的時候 可能真的中間不用上班了 例如有什麼會不利他們呢 舉個例子 現在很多人 我們都習慣了 早上穿衣服上班 因為要坐地鐵 那樣 但如果 老實說 現在上班更方便 跟同事聊天的時候 那如果Metalverse 那個軟件做得好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 在一個Metalverse裡面 辦公去談公事 去處理一些事情 開會這樣 那其實對Office的需求 又會減少了 另一個我最終會受影響的 其實第一個 是有利的 就是5G的 就是一些電訊股 因為現在 我也說了 其實5G現在 都是第一代 剛剛開始 那現在我們5G 很多時候都是買點 就是可以開會 或者可以看Netflix 那樣 那很老實說 這些東西 那現在 根本就不用5G 4G做到的 4G做Streaming 那我相信5G 來臨其中很重要的科技 就是那個Metalverse 那就是說 你去到任何地方 可能要戴上眼鏡 或者戴上一個帽 就進入虛擬世界裡面 那這個對所謂的Bandwidth 對Data的需求很大 那這個對一些電訊公司 是相當有利的 哦 原來如此 那我都知道 Metalverse其實很大 那剛才都經常說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說一下 問問Carol 有什麼投資機遇 在Metalverse那裡 可以出來 給大家去捕捉的呢 就等下一集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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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